上个月在真女生转生5发售之际 我做了一期女生转生这个系列的回忆 当时承诺之后会单独做一期关于五代的内容 聊聊它里边的一切 老宋我一般都是把游戏至少打通一遍后 再开始动手制作 说实话五代的场景确实不多 但打通一遍的时间还是大大超乎我的预料 当中还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几次三番的想放弃 可是如果真的放弃的话 采集的那些素材就白费了 而且也会失信于观众 我此前答应要做一期关于姐妹花的内容 结果因为缺少素材等原因一直拖着 被当成了梗吐槽到现在 所以就算是为了兑现承诺 也得坚持打下去 这个游戏我从上个月11号发售 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打 用了整整一个月才总算结束 真的是好长好长 在正式聊它的内容之前 还是想先做一个典藏版的开箱 让大家看看里边都有一些什么玩意儿 这个典藏版叫做禁忌的创皮BOX 包装里边有三个小东西和一个大盒子 先说小东西吧 游戏本体自然是少不了的 后面用一张硬纸板拖着 除此之外跟普通版没什么区别 这个是游戏的CD别 值得一提的是 它里边并非只有五代的曲子 还有很多前几座的精选曲目 总计35首 用两张CD收录 这本册子从外表看 是一个很普通的记事本 打开后发现是恶魔的力绘合集 女神系列的一大卖点 就是金子一马绘制的恶魔形象 如今五代里的很多怪物都做了一定的改动 但看上去依旧是精美且充满了魅力 最后的这个大盒子拿在手上很轻 没有打开之前 我确实猜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 原来是件衣服 上面白色青色交替的图案 是男主变身后的象征 我本人的身高有1米86 必须穿L号或者XL号的衣服 巧的是这一件刚好是L号的 可以穿 太开心了呀 不过还是要先洗洗不着急 真女神转身系列有很多传承下来的东西 它的故事总是发生在东京 男主的名字是我们自己取的 没有预设的姓名 并且是完全没有台词的状态 他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全得靠脑补 本作也不例外 此人原本是东京一所大学的普通学生 某天正常上完课后 准备从品川地铁站搭乘地铁回家 却发现前面的道路被蓝色的幕布拦了起来 大家看不到幕布后面的情况 有人说好像是突然出现了猛兽 咬死了个人 尸体就在后面 男主并不是很关心这些事 问题是品川地铁站既然封锁了 那么就不能从这里趁车回家 必须要想点办法才行 离开地铁站后 又看到了熟悉的俯视视角地图 主角以一个蓝色小点出现在地图上 当年SFC的真女神转身初代 在东京移动的时候就是这种方式 将近30年过去了 竟然又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和熟悉的移动方式 真是蛮不可思议的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品川地铁站被封锁 我们只能寻找其他回家的途径 在不远处有一条高轮隧道 几个人在里边穿行的时候 发现前方黑漆漆的 正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前进 突然发生了大地震 男主被震得倒在地上 接着似乎天花板塌陷了下来 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是在隧道里 可是四周的砖墙变得破破烂烂 当时以为可能是因为地震 导致隧道内墙体上的涂料剥落 露出里面的旧墙体 但走出隧道后 看到同伴被一个不知名的生物 抓着飞向远方 附近的广告牌和钢筋水泥的屋顶 都变得秀极斑斑 天空弥漫着尘埃 看不清远方的景色 那些原本宽广且干净整洁的街道 被一堆堆的黄沙代替 阳光洒在上面 折射出刺眼的亮斑 原本树立在街道周围的高楼大厦 也纷纷消失了 取代他们的是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高塔 看起来像是某种功能建筑 也可能仅仅只是一些黑色的柱子而已 反正目前不得而知 男主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眼前突然凭空出现了很多恶魔 他们根本没有交谈的意思 挥动手上的武器就准备袭击过来 危机关头 一个人影从天而降 拦在了双方之间 此人看上去是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 他说想要活下去 就上前抓住他的手 这里出现了游戏里的第一次选择 是抓住对方的手呢 还是点点头 我觉得好像没差别吧 选了抓住他的手 就在两手相握的那一刻 男主美少女变身了 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少女合体 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 刚才的两个人合体成了一个人 他有着飘逸的蓝色长发 看上去不男不女 一身的衣服变成了蓝黑白 三色相间的战甲 手上则多了一把闪着青光的长剑 跟他合体的青神是个人造魔神 而合体后的男主 则变成了一种叫创皮的生物 他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利用手上的长剑 很轻易就干掉了眼前的一堆魔物 在黄沙中一边前进 一边听着青神介绍此地的情景 原来这里是已经被未知的原因毁灭后的东京 已经改名叫做达石 到处盘踞着恶魔 这位青神的脑子似乎有点问题 只记得毁灭后的世界当中 有着叫伯利特的天使一族 以及恶魔一族 两个种族之间战争不断 至于更多的事情 他暂时想不起来了 不过没有关系 合体后的创皮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可以一边前进 一边慢慢的了解这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玩过真女神转身系列的话 那么看到开头部分营造的废图景象 很容易联想到不少末世风游戏 比如说我近期介绍的辐射系列 由于大国之间互射核弹 导致文明被彻底摧毁 在没有了法律约束的废图上 到处都是危险的变异生物 帮派分子和歹徒强盗横行 天空中弥漫着的辐射尘埃 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各种抗辐射药都得随身携带 枪械子弹和战斗技能 当然是一个也不能少 否则各路阴节分分钟就让你知道厉害 在地铁系列中 同样是核爆后的废图世界 残存的人类躲进地铁隧道中 直到许多年后才敢走出地表 他们要面对的 是由于核爆对大气层的破坏 导致温度骤降的荒原 其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作品 都力图营造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废图世界 但《女神转身》里的废图 却跟上面的那些作品截然不同 看似一片荒凉 居民都不知道去了哪儿的残破东京 游荡着的却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家伙 游戏收录的东西方传说中 大量的神灵和恶魔 女娲、狮婆、黄龙、骆鸡 以及许许多多的生物纷纷登场 甚至还授露着童话故事里的人物 以及现代动漫里的角色 你能够看到长得很像小红帽的怪物 很像奥特曼的怪物等等 其中的许多外形都非常卡通 包括男主的外形也是 他奔跑起来张开双手的样子 总让我想到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卡通动漫作品 跟写实风格的废图放在一起 个人的感觉是一点都不搭 事实上 游戏本来就没有打算做成类似辐射那种样子 它始终是一款回合制的日式RPG 乐趣完全来自于另一套系统 男主一路上会遭遇大量的妖魔鬼怪 跟他们战斗的同时 也可以尝试将其收服成为众魔 这也是女神系列跟大多数RPG都不同的地方 它里边没有固定的同伴 除了男主之外 其他三个出战的角色 全都是我们一路上收集过来的众魔 但收集怪物也是一门技术活 这些家伙可不会乖乖入队 我们首先需要在战斗中跟他们交谈 回答一堆奇奇怪怪的问题 还要给他们金钱和各种稀有的物品 而且往往不是给一次那么简单 比如说你给了某个怪物很多钱后 他还会再要各种东西 所以给之前一定要仔细思考一下 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怎样的 有多大的可能性用物品和钱收买它 一旦某项条件未能满足就会说服失败 送出去的东西全部打水票 获取后的怪物也不是直接让他们登场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不断的将其合成变化出更强烈的众魔 合成又分为二升合成 反向合成 反向全书合成 以及特殊合成 看上去还是有点小复杂的 实际操作起来却一点都不复杂 只不过想要合成出很厉害的恶魔 那就又是一项技术活了 对此论坛上有很多高手的讲解 其合成出来的恶魔 能够精确到每一项数值的个位数 我在这儿就不拌门弄斧了 游戏最大的乐趣也在于此 每次合成出更厉害的恶魔 都会产生出强烈的满足感 玩过精灵宝可梦的哥们 对于这种感觉一定不陌生吧 当初最早的真女神转身 是一个第一人称的迷宫探索类RPG 三代之后改成了第三人称的方式 我们在屏幕上能够看到主人公的样子 但依旧是不停的穿梭于大小迷宫之中 不停的解谜和不断的找路前进 但是这几年 随着游戏节奏的进一步加快 传统RPG都在纷纷变革 女神系列也不例外 废土东京变成了一张硕大的地图 我们要去的地方 要做的任务都标注在上面 不再是之前一个个狭窄的迷宫了 但是想要去到任务地点 可不是直接一路前进那么简单 行走的途中 会遭遇到挡路的残垣断壁 或者沟壑裂缝什么的 反正不进行很复杂的绕行 总是无法抵达目的地的 说白了呢 看似一眼望不到边的废土 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迷宫罢了 同样需要消耗掉大量的时间用来找路 废土上的建筑物寥寥可数 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一片荒芜 以及零零散散的怪物 可即便是如此简陋的画面 还是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调针 过场演出切换的时候 也经常出现物体刷新延迟 画面亮度刷新延迟 以及卡顿等问题 好在战斗的读取时间不太长 总体游玩体验 个人觉得还算马马虎虎吧 可是玩了几个小时之后 我发现这个游戏还真不是一般的难 地图上经常会有一些 高于我们等级的精英怪和小boss 跑过去打他们相当于送死 就像这只石头人 我虎头虎脑地跑过去跟他PK 结果直接被他秒杀了 之前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存档 当时差点晕过去 随后都是小心翼翼的前进 可即便是不去招惹那些野外boss 单单是剧情里必须要遇到的boss 都足够我吃一壶的 甚至经常在路上还会被小怪打死 因为游戏里的战斗 有弱点和暴击两个系统 即便是小怪 也有可能通过暴击一回合送我上西天 boss就更不要说了 他们的攻击手段各不相同 我总要死个两三回 才能够逐渐摸清其套路和弱点 然后想办法带上三个 克制他们的恶魔再去挑战 当时真的惊了呀 记得以前玩初代的时候 好像没有感受到这么高的难度呀 主角一路前进 在一栋奇怪的屋子里 见到了地母神女娃 我同样是打了三次 才好不容易战胜了她 女娃会告诉我们 用后面的这一个传送装置 可以传送回原来的东京 男主和她的几个同学 听了这个消息当然是很激动 立刻发动传送装置 也真的被传送了回去 随后见到了包括圣女 和伯利特日本部长等重要的人物 从这些人的口中 得知了个大秘密 原来他们目前生活的世界 其实18年前已经毁灭了 是天使一方的造物主 利用神迹 重新构筑了一个旧东京 也就是说男主他们 反而是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 刚才看到的废土 才是真实世界 而此刻即便是虚构的东京 也开始遭到恶魔们的袭击 为了拯救被恶魔拐走的同学 男主再次美少女合体 变成创皮进入到废土 跟恶魔们展开斗争 此后他就往来于两个东京之间 在旧东京 基本上都是以看剧情为主 只有少量的迷宫 和少量的战斗 而废土东京 则还是相当于开放世界大地图 各种强力怪物 让我举步维艰 打到中期的时候 其夸张的难度 让我一度想放弃 真的太难了 结果看了好几个人的录像后 发现了个奇怪的事情 我此时是30级 可他们那些人全都是40多级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要知道我此前 已经很努力地在刷怪提升等级了 他们怎么可能比我高那么多呢 仔细研究了一下 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游戏里有三种叫玉魂的东西 它们不是普通的怪物 这些玉魂一旦被打死了 就可以拿到大量的好东西 黄颜色的玉魂 打死了之后会掉落很值钱的物品 拿去换大量的金钱 红颜色的玉魂掉落的魔导书 可以给重魔使用 提升它们的等级 土黄颜色的玉魂掉落的书 可以让主角提升等级 蓝颜色的玉魂 可以增加我们的技能点数 用来学习神意 这些玉魂 有的直接在地图上就能看到 有的则是战斗的过程中随机出现 它们很稀有 可遇不可求 但是游戏在上市之后不久 就发售了7个DLC 其中的三个叫做 玉魂神乐富豪之五 玉魂神乐经验之五 玉魂神乐神意之五 听名字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让地图上的各种玉魂大大增加 而剩下的几个DLC 相当于额外的小剧情 打完之后便可以获得强烈的重魔 这些DLC一旦购买 就相当于是开挂 可以事半功倍 所以你明白我当时的心情了吧 原来我一路上被怪物虐惨 只是因为没有购买官方的外挂 虽然万般的不乐意 但是为了赶紧把游戏打通 完成制作一期影片的承诺 我还是跑了去 把那三个增加经验和金钱的DLC全买了 登陆游戏后 看到原本稀有的玉魂 变得满大街都是 基本上走两三步 就能够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玉魂 仅仅用了半个多小时 就把全队的等级提升了十几以上 到后来看到玉魂都懒得一个个去打了 游戏的难度至此也是大将 当然了官方此前也曾推出过一个免费DLC 可以选简单模式 被我直接无视了 感觉那样好没面子 还是用增加玉魂的方法 讲难度心里比较能接受一点 游戏里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废土上找路前进 一直到最后 才出现了两个超大型的迷宫 一个是恶魔一方的魔王城 一个是智高天的万古神殿 这两个迷宫不仅足够大 也足够复杂 弄得我是晕头转向 即便找了份视频攻略 很多的时候还是搞不懂应该怎么前进 倒是有了点当年老作品的感觉 要知道这个系列 一向是以迷宫复杂著称的 最终男主要去位于智高天的王座 因为此前造物主 在跟恶魔的战斗中 已经被打死了 战斗目前是处于控制的状态 男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的 他可以是帮助天使一方 维持现有的秩序 也可以是自己登上王座 获得创世的能力 用来拯救东京 或者还可以毁灭王座 让这个混沌世界延续下去 人类中的强者依旧可以继续生存 弱者则会无情的被毁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结局 也就是所谓的真结局 可以消灭全部的恶魔 当然想要达成是很困难的 需要满足一堆条件 其中一个条件是战胜师婆 打他最好携带火焰无效 电击无效 以及物理反击或无效的同伴 师婆是一个无比强大 但并非不可战胜的恶魔 只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去调整同伴的属性 我已经打了将近70个小时 真的耗不起了呀 纠结了很久还是放弃吧 因此只打出了一个 毁灭王座的混沌结局 也算是个小小的遗憾吧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下一期还是会继续讲述 辐射2的故事